民意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府制度 意大利国家是欧洲组织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而且非常多元化 把意大利想象成一个实验室 正如大学在哲学、科学、法律和社会关系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即通过形成一个庞大的、有文化的、无阶级的年轻学者阶层 意大利各个国家也在尝试新的 往往是对立的行政形式 成为其他欧洲国家的榜样 意大利15世纪后期 当意大利看到政治活力如何不是文化活力开始长期下降 比如两个西西里是指西西里和纳布勒斯两个王国的统称 原本是意大利其中一个后裔诺曼王国 这个地区已引领最初的11世纪文艺复兴而闻名 它见证了江西腊和阿拉伯语作品翻译成拉丁语的最大规模 赞雷诺医学院是作为世俗学者一师培养女性的唯一一所主要中世纪大学 经过西波克拉底盖伦阿维森纳的翻译形成了中世纪的医学知识 政治上省在11世纪以前部分处于希腊阿拉伯伦巴蒂的统治之下 并有强大的犹太共同体意大利是犹太 像希腊与居民的故乡 他们在11、13世纪传播到德国 提供了德西犹太人 细心里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说 阿拉伯语的商业共和国 由犹太与埃及的信仰犹太的宗教关系密切地归一家族领导 实际发生的是诺曼人为了这个岛的征服 从负面来看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事件 长此以往可能会通过逐渐施加封建主义 消除犹太伊斯兰的因素 二沙南意大利的发展 意大利南部黑手党以及类似的组织通常是诺曼封建制度 压制农民大地主的地方监工的工具的后代 这些组织已经衰落了几个世纪 往好的方面想 诺曼人在西西里帝国荣耀 西西里的诺曼王国长期统治西地中海 并使用了全部阿拉伯语 罗曼语可能是最早部署现代战时海军拉丁王国 因此阿拉伯海军上将是安尔在西方战时海军术语中 13世纪 西西里岛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所在地 可以说是第一个部署后来与开明法国相关的那种中央集权管理及中央直接监管各省的国家 和平威尼斯共和国完全是另一回事 当西西里岛在6至10世纪是地中海文化的中心时 威尼斯泄湖的公社还是一个半野蛮的人土 污污 污污 贝壳的集群 泄湖岛过去和现在大部分都是半淹没的沙地和泥滩 退潮时会露出水面 虽然泄湖的汉地也有一些森林点栖息着野生动物甚至狼 当现存最古老的石头建筑圣凯尔教堂建于11世纪时 那些可能永远存在 当时一词威尼斯对应着古代的Henite A或Venite A 一个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人或凯尔特人 他们的语言可能半淹没在泄湖岛 这些村庄完全无法进入 他们唯一的原生资源就是于泄湖周围疾病破灭的沼泽 军民们架着翻船的技能一次次击退了入侵的军队 包括法兰克人、斯拉夫人以及阿拉伯人 威尼斯水手成为亚德里亚海的主力 甚至在阿拉伯入侵的高峰期几乎对罗马贸易开放 随着时间的推移 威尼斯为自己获得了希腊、埃及的地位 以及叙利亚海上贸易的主要出口 这种地位将一直保持到奥斯曼帝国衰落 并向其他西方贸易伙伴让步 为了确保这一地位 早期的威尼斯人 利用他们的舰队是斯拉夫 是足奔亚德里亚海和其他罗马海上社区的支流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11世纪 异教徒斯拉夫人仍然可以杀死一个总督及其随从 但这进一步巩固了威尼斯对抗竞争对手的能力 像其他此类共和国一样 参与取决于主要公民 这已被纳入一些持有和投票选举公职的贵族氏族 到了12到13世纪古典时期 威尼斯和其他城邦 这些已经成为封闭的种姓 虽然贵族家庭的本级会定期向新成员报告开放 这种情况最多每隔几个世纪就会发生一次 威尼斯就像在类似的共和城邦一样 当权者被严密监控 他们的衣着习惯和任期都被安排在仪式中 这不仅只带人 而且在身体上限制了他们进行幕后交易 或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来在办公室 但是假设这些人是商术人就错了 他们是贵族 虽然威尼斯的主要家族 在12和13世纪的黎凡特奢侈品的极其有利可图 和高风险的贸易中发了大财 随着威尼斯获得新的领地离岸 Stated Amar 包括庞大的坎迪亚王国克里特岛 和Paraforma意大利大陆 这些贵族家族自然有转向更稳定 低风险和可靠的经济的诱惑 到了后来的几个世纪 威尼斯已经完全进入了败战屏的圈子 其当地的贵族 金英完全是地主 没有威尼斯人从事里凡特贸易 这种贸易已经出口到了相当多的国外人 比如意大利人和奥斯曼希腊人在威尼斯市场上竞争 其实威尼斯法律保证任何公民都可以轻松击贷外国人 一切平等 威尼斯人根本不想赌场图贸易 本来的市场上就会发言 感谢观看